好就快要过年了 开始要准备年菜 要准备一些伴手礼了 而年迈上一条香肠的老品牌 现在呢也要跨界去抢小吃 来这个打算呢要卖的是肉燥饭 上头呢还会加上特制的招牌香肠 而且预计呢要主打是连锁路线 就是要跟另外一家连锁乳肉饭品牌的老大哥一较高下 两大品牌呢不约而同 是要抢工年菜礼盒的商机 推出了冷冻年菜 预计可以替业者多增加5%到10%的营收 香肠在炉子上烤的油亮亮 老字号香肠品牌客人上门总带一串走 但这回拼商机有新策略 抢工小吃大饼现在老牌香肠店 锁定的是卤肉饭要推香肠肉燥饭 香肠和肉燥结合新鲜感十足 实际成品看过来 加了香肠再加小黄瓜点缀 让外界直接联想到是不是想象对手 连锁卤肉饭龙头下站铁 这个客人既然大概有7个客人 一定会买香肠 锁定自家热销品 毕竟现在高达6成营业额 近7.3亿是靠香肠赚来的 现在扩大周边商品价值 卖起香肠肉燥饭 还有各式各样的年节半熟礼 但对手也不是省油的灯 选用数量少的猪颈肉当作主料 卤肉饭每天卖上千碗不是问题 替公司赚进12亿以上的营收 还抢工年菜立合商机 主推卤肉饭料理包 还有猪脚东坡肉礼盒 或是合手乌鸡 甚至是香肠礼盒 通通千元有找 在年菜的部分的话 我们公司是预计会 跟去年比起来会成长10个percent 两大骨牌不约而同 踏入年节市场 一方甚至也推出肉燥饭 PK老大哥 拼命小吃 成了连锁业者拼场的舞台之一 记者林英伟 陈英山台北采访报导 好